好来看到呢 作家主持人身份还不够 来看到吴淡如 他最近花了600多万元 在东区的巷弄里头 开了创意料理餐厅 尝试当老板娘 在中港台他拥有7件的房子 再加上的投资基金还有股票 吴淡如呢虽然是赚钱有道 但是要求完美的他说 他在金融海啸的时候 损失了3000万元 还是睡得很好 但是开餐厅之后呢 整整失眠了一个星期 吴淡如在自己投资的餐厅 充当服务生 花了600多万打造创意料理餐厅 吴淡如说自己压力大到 整整失眠7天 我是一个大而化之的人 我不是一个可以管细节的人 所以管细节真的让我 一个礼拜失眠 每盏灯都自己亲自选布包装 里面的摆饰都是吴淡如的收藏品 为了帮好友 同时也是厨师的陈亮萌圆梦 吴淡如全都把家当搬来餐厅 还得放下身段推荐菜色 那这是一个无菜单料理 包括中午 所以你大概就是二选一 因为不知道鱼杆会进什么样的货 30瓶不到 隐身在巷弄餐厅生意 其实并不好做 花了450万投资200万的装潢 总共花了650万 但这还不包括收藏的古董摆饰 一套餐卖220元 预估至少要10个月才能回本 开餐厅无但如忙到 比产前还要瘦 但是脚步走得快 他现在身价上亿元 在中港台购用期间的房产 价值1亿3000万 花了1500万在宜兰买地 而且还有定期投资股票基金 让他成为小富婆 一个餐厅 当然赔钱的生意不会有人做 他只要能够营运的下去 他不赚钱也没关系 试运期间先以好友圈作为号召 加上附近上班族女性顾客回流率 吴大如出事提升当老板娘 虽然胆战心惊 但是短期之嫩已经逍有成绩 追尊王启宾鲁 配与台北 采访报道